好,聽得到嗎? 好,謝謝 大家好,我是志浩,我今天想要提的案子是臨時檔案局,Zero Archive 然後Zero Archive呢,這個專案的開啟其實就像是剛剛大家如果聽到Coldfax說 假訊息啊,這個不實訊息可能是最近一個蠻熱門的話題 然後也是一個蠻嚴重的問題,可能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所以Zero Archive開始的時候就是在想的事情是 跟假訊息、不實訊息有關的研究可能需要很大量的資料 不管是新聞報導的內容、農場的文章 或是社群社交媒體上面的po文 都蠻需要大量的資料集然後來做研究的 那既然大家都需要資料的話 我們就想要來做一份開源的公開資料集 讓大家都可以使用 所以研究要資料,資料需開源,開源真有力 就是這個專案的啟動的初衷 那這個專案已經從去年的12月讓到現在已經接近6個月 那我們的做法其實也蠻單純的 大家如果熟悉webscript應該都知道 就是你要寫很多的爬蟲把很多資料爬下來 然後放到底筆裡面 然後再寫很多的parse 把資料parse出來 比如說內文、標題、tag、發佈時間這些 metadata 然後最後把它運用各式各樣的開源工具把它開放出來 寫API或是J Elasticsearch之類的 那目前這個專案已經累積 5月3號為止已經累積這個archive了300多萬篇的文章 那大家一定會問說用這些資料到底可以幹嘛呢? 那這個資料呢就是我們想到兩個使用的use case 其中一個就是你可以去了解很多很神秘的內容農場的文章都從哪裡來? 因為內容農場是抄別人的文章 那他們到底從哪裡來呢? 譬如說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內容農場叫做怒吼 這個怒吼的文章到底從哪裡來? 我們就可以透過J Elasticsearch的資料知道說 它最大的來源是中國時報 那就是一個有趣的事實這樣子 那因為你有公開開源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就是backup你的一些研究 那我們的開發者在今天已經做了一份非常佛心的共筆 是資料分析教學 教你怎麼使用我們的資料 那大家可以到zeroarchive.tw這個hackmd的這個book上面去看 我們專案成員寫的一些共筆 那也可以到我們的那個google drive上面下載我們的公開資料 那今天我們會有一個自己的聊天室 大家這個透過那個線上糾蹤的系統找到我們 好謝謝大家